对,真的是很不一样 那就是八九年之后 两位就是先留在美国 那后来九三年又回去探亲 九四年开始搬回去 对不对 那渐渐的回去了 九四年不是搬回去 大概就是两三个月回去 真正意义上差不多是九六年 九五年九六年 那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回去呢 就是说北京当时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从生活上来讲 当时我怀孕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很难在这又带孩子 有工作 然后有那什么在这坚持下去 然后正好生病 正好怀孕又生病 然后这边做不了手术 也不能再坐飞机了 这是两件很重要的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参加 我参加一个展览 参加一个中国的一个展览 在中国 然后就回不去 回不来了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看似是一个巧合 但是我觉得好像一个命运 当时命运 怀了我的儿子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开始 两边跑 并没有说是从 从真怀了他这种状态就回去了 当时已经开始更多的时间 93年就开始回去 94年我们回去 做的第一个open studio 在就在我的那个小院里边 那95年我们又 又在那继续做 然后呢 他正好也是 那这就怀孕了 怀孕的同时 然后国内呢 他也就在95年的open studio上 他的第一件那个就是缠度扩散 对 已经已经发生了 而且发生以后影响比较比较大 因为在国内突然 她是一个女性 又是这样一个状态从来做 所以呢 就后来是 那个展览是等于 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开 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开 所以当时一个策展人特别想 利用他这样一个身份和那个作品的一个影响力 然后再让他在中国美术馆再重新做 再重新发声 所以在这么 当时呢 正好写巧了 他是怀孕 怀到我的儿子 大概有五个月六个月了吧 五六个月 所以这种情况突然 作品做好了 然后官方又突然不让他展 然后呢 他突然就是又有一个特殊情况 哎呀 又撤展 又撤展 当天展览 当天撤展 怀孕就有点顶不住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以后就开始疼痛嘛 然后就撤展 然后又赶紧把那个展览 又拍成照片 又print很大 然后又变成一个照片的一个形式 然后他们就是不让展的理由 就是我不够防火级别 然后我就摆了两个防火酸 然后那边有一个sign 就是说 我都有点不太记住 记起的那个词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 防火比艺术重要 什么的那样的感觉 然后后来他们一看 更不对了 这更政治意义 更强了 然后让我赶紧撤 然后我的朋友拍了照片 马上就往外冲 他们没拦住 就是啊 我们就冲出这个 所以那个那张照片 放在那里多久呢 那个照片放在那 但那个sign 和那个面火山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就撤掉了 留在那里的是一张照片 对对对 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正好是 我觉得是哪怕是巧合 就他从那开始就 就是 就不能飞回来了 医生也不建议他别回来了 就是没办法坐飞机了 所以我的儿子就出生在中国了 所以他出生在中国以后 你想我们的生活 就一定要重心 就是这样了 也是正好也是符合我们一个 正好当时的状态 更多 而且我们也有条件 正好家里有那个 就是我们做作品的一个 四合院那个房子 所以呢 我们也有条件 正好就在中国就 大部分时间在那边待了 是吧 就是慢慢的 更多的时间 就是在中国了 这个听起来 好像有很多实际的考量 可是也有可能是巧合 又加上了 感觉上有很多大环境的因素 因为当时好多人很巧合 就同时一起回去 对 包括像爱卫卫 徐斌和朱金石这样子 那其实那个时候 90年代初 好像整个全世界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 这种了解 还有就是这种理解 有一些变化的感觉 好像比如说 先从89年 在巴黎有一个大地魔术师的展览 然后它是最先开始 有一半的艺术家都是非欧美的 然后在93年的时候 就有柏林的中国前卫艺术展 然后香港有一个89后 中国新艺术 那威尼斯双年展 也第一次在93年的时候 放进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好像这个中国艺术 在海外的接受度 有一些改变 你们有看到 你们有看到这个变化吗 是 我没有看到 在同时呢 在中国呢 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记得 我回忆起当时那种感觉 就好像 在美国你很难 有一种 你总是有一种跟进 你总是一个follow的一种态度 或者一个跟进 或者一个了解 这样的一个态度 回到中国了以后 你有一种 我是弄潮玩 我可以参与 我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就那种自信和一种 就是一种这样的态度 出使我们 也是一个原因 很大的一个原因 留下来 我觉得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实际上 孩子生在那是个 实际的比较 这种好像命理注定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 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作品 做的时候 他正在怀孕 就是缠那个球的时候 实际上那一阵 我们已经 拿出一定的时间 是吧 起码是一年 有那么几个月 已经在北京了 当时我们就觉得 当时北京九十年代中的时候 正是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时间 那那个时间呢 大部分你想没有任何画廊 和美术馆也好 或者是哪怕一个空间也好 是允许你展中国当代艺术 那中国当代艺术 当时被命名就是 叫地下艺术 就在那种状态下 所以但是我们回去以后 正好赶上 那个时间段的时候 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处在一个 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个 几个大的展览 都在国外国际上发生了 在威尼斯发生了 在其后八九 在外边发生了 而且大部分我觉得 当时比较让Forgos的外边 特别是国外的这些媒体 都是在几个那个架上的绘画 平面 平面的那样的艺术家 包括政治泼泼的这个东西 所以特别是后八九和 后来提出的艳俗 然后厉献亭 然后在厉在外边 在promote的这个 是好多艺术家呢 我觉得都是 而且相对的那些艺术家 在这个market上面 在市场已经比较成功了 是吧 尤其是他开始来卖作品了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一个气氛 在九十年代中的时候 就是很多年轻的艺术家 很多想做performance的 做那种试验性的材料的艺术家 特别饥渴 而且突然发现他们也没有更多的 不知道 还等机会去出去展 好像这种机会 给这样的艺术家很少 而且都是那些penting那些 是吧 这样的一个展览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想 就是九十年代中的时候 我们比较觉得有意思的 一个转折的时候 是等于说是 我们在一起在参与了 当时比较重要的 就是像我们的open studio 和其他卫卫 他们回去以后 然后张环当年 他们有些做东村的那些艺术家 开始有一个契机 然后相互之间 然后有发生了很多 小的这种展览 这种展览是 特别是就像我们在家庭里边 这种open studio方式 并不用它的一个公共空间 而是用于 为什么后来明雾在做的 那inside out的那个展览的时候 它列出了一部分 叫apartment art 所以特别是那个时代 没有地方展 没有真正让它真正发生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正好碰到那么一个机会 跟这几个从国外回来的 或者有了那么一个气氛 让北京突然有这种情况 很多的年轻人的performance 或者installation 还有这种实验性的一种行为 办行为的这样的活动 当时突然变得非常活跃 对我们刚刚 我们现在就是提到了公寓艺术 那两位第一次办这种open studio 是在94年 然后王老师有一个什么 可食用的灰这个装置 然后林老师有那个圣特雷沙的诱惑 那95年的时候 就做了布鲁克林的天空 然后还有禅的扩散 是这个时候的 那像这样子的活动 你们都是怎么组织的 每一次都有多少人呢 因为它其实不是 它是拿到邀请函的人才能来 对不对 我们当时是这么做 就是因为当时也是 东村啊或者其他的 发生一些事件 就是被抓呀什么的 所以在中国当时那种状态 不过无论是你在哪里做展览 它那个开幕式的时间都非常短 大概两三个小时 那个时代的那个艺术圈也特别小 大概200多个人 然后我们就挨个打电话 因为当时我们家已经有电话了 然后我们就挨个打电话 然后邀请每一个人来就可以了 当时也不是挨个打电话 好多人基本90%没有电话 这是我们认识的几个几个人老朋友 我们刚回去94年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跟这个国内这个断了 断了啊 所以当年我们就是实际上有几个老的朋友 像像陈少平 你知道还有王主言 还有还有几个老朋友 我们比较熟 然后他们呢 实际上跟这个整个当年立宪廷 以立宪廷为中心的一个圈子啊 都都在这儿 所以他们帮着我联系上立宪廷以后 我们当年第一个这个open studio的时候 没有期待那么多人参与啊 就觉得哎呀 这些老朋友 因为我们实现一点自己的作品 就想让他们来一块看一看啊 一块跟他们交流一下 但是没想到 我基本上后来这么说 说你这个一件没想到 就基本上当年在北京的这个圈子 就是所谓地下前面艺术的圈子 包括今天的所有全架上的那些 都是一个圈子的 因为当时好像是相对的一个中心 行搞行为的 对对对对 他们那些什么张环 我现在有很多资料啊 很多资料还有影像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东村艺术家 圆明园艺术家 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一起的 对 没有说真的分 没有那么一分 当年是一个 基础在官方以外 是几乎在围绕着 围绕着立宪廷 好像是是一个中心 然后大家都 把立宪廷当成一个 另外一个中心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头 当年你记着有一个 纽约的 New York Times的 纽约weekend 好像当时我们在这的时候 有一篇大的报道 中国当代艺术的圈子 当年就是首先 你可以找到那个资料 应该当年把立宪廷 命名为中国当代艺术的 Godfather 所以有那么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现象 因为当年那个状态 等于在官方艺术 和这个所谓的前面艺术之间 它还是两大阵营的一种对垒 你懂我意思吗 对 它相对的 大家是聚在一起 相互取暖 有这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比较 有意思的是 就是90年代 我们几个人 有几个人 就从国外回到 这个北京 参与一块 发生了许多小的 这种艺术的一种活动 包括我们自己 做的这些open studio 我觉得 我现在看 改变了多少改变了 刚才我说的理工状况 开始出现 从一个 官方外的一个中心 变成官方外 我觉得出现了几个 哪怕是相互的 因为艾未未 他在那边的时候 他有他的圈子 好多年轻艺术家 围着他们 然后有的好的年轻艺术家 还有好多年轻艺术家 也来跟我们在一起 朱金石那边 他也有好多 而且互相的 都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样的话 好像很多 开始解体 这个所谓的 另外一个对垒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 现在看来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他突然 从一个 就相互 两个对垒 对垒之间 抗争的状态 真正进入 大家在参与 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 和关注艺术本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